讲是那个,就匠人所弃的那块石头 那个被匠人所弃的那块石头是讲我们的主耶稣 这个犹太人就把耶稣这块石头给弃绝了 但是呢,我们呢,相信了这一块被匠人所弃的石头 因为这块石头有无比宝贵的价值 耶稣基督比全世界的价值更宝贵 所以这一个什么呢? 他说第七节,二章七节,彼得前说二章七节说 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 所以呢,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顺从了这个真理 这个真理是耶稣基督他被匠人所弃 因为我们相信的缘故,所以我们现在就在这奇妙的光明当中 这个是一个奇妙的光明 当你把这个灯打开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这个世界 当晚上黑夜降临的时候,如果你在这屋子里面没有灯光 你这个屋子就是黑暗 当你把这个灯打开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在这屋子里面所有的事物 耶稣基督把我们从黑暗中招出来,让我们入了这奇妙的光明 这样的光明是让我们看见在二章一节里面所讲的这一些罪恶犯罪的人的这种愚蠢 你可能说这些事情都是犯罪啊 但是我在这里没有用这个罪,罪是没错了 但是我用另外一个字来描述,是说愚蠢 这个光明,耶稣给我的光明 让我看见一个人如果是有恶毒的人,他是一个很愚蠢的人 如果我是一个恶毒,我行恶毒的时候,对我来讲没有任何的好处 我是伤害了别人,但是并没有损人,并没有利己 那这种奇妙光明就是耶稣基督本人 我们看见谁可以对一段圣经说,在圣经哪一个地方讲到耶稣就是光明 在什么地方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四节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四节 一百六十耶稣说,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在耶稣里面就是生命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耶稣就是那生命的光 耶稣就是那生命的光 耶稣是我们信号 当我们有这个光明的时候 我们看到所有在世界上行刚才彼得所讲的这些恶的人 他们身上的愚蠢 我们现在看见这是这个道理 我们用一个消极的角度来看 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恶犯行的罪恶和愚蠢 是这个光明的反面 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的生活是很愚蠢的事情 那这个光明在正面角度来讲 也看见了他照着我的时候 是预备我要成为什么样一种人 我们被上帝赐予一种什么呢 一种地位 这种地位是无与伦比的 在这个宇宙万物 所有被造物当中 无与伦比的一种地位和荣耀 第九节怎么说 你们是被拣选的主位 是有尊君的祭司 有圣洁的国度 是属上帝的子民 这是被赐给我们的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这些族类 祭司 国度和子民 这不是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 是我们被白白地赐给我们的 我们来做一个解释 比方说我们跟一般的 就是我们会跟一些特定的人交朋友 有一部分的朋友我们就不打交道 我们叫做自不同道不合 跟有一些人 不管你信主不信主 你在世界上都是跟有一些人 你觉得比较合得来 跟另外一些人觉得自不同道不合 但是耶稣宣称什么呢 你们每一个相信我的人 都是被上帝拣选的主类 他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 这个祭司什么呢 这个祭司不是一般普通的祭司 是服侍王的祭司 在祭司里面没有一个祭司的地位 是高过有君尊的祭司 然后他又接着说 我们是圣洁的国度 我们今天早上分享的时候 就是说当我们变成圣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到圣洁上帝的面前 而且他最后一句讲什么呢 说我们是一群什么人呢 所以耶稣说我会叫你们出黑暗 入那奇妙光明的国度 这是我们人生旅途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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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二十一章要读几节的经文 请大家仔细地来看 在第十节 启示录21章第十节说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将那有神 那将带到一个高大的山 我们跳到第二章 在同一章的第二十二节 这是在解释这一座 从天而降的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